第五 戰爭生存遊戲 研發過戰爭生存遊戲 This War of Mine 的獨立團隊 在今年帶來了他們最新作品 冰封龐克 «Frost Punk» 這系款考驗玩家身為上位者哲學的經營養成遊戲 玩家將扮演在冰河時期的領袖 想辦法運用能量塔 為都市和人民撐過寒冬 玩家必須要想盡一切方法 來維持能量塔的運作和人民的生存 為此需要簽署各種法案和政令 並建築各式各樣的建築 遊戲當中準備了多種劇本和目標 等著玩家來挑戰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 你的經營哲學也會有所不同 像如果目的是確保遠處的種子保管所 那就要用自動機器人來分擔大量的人力 如果要確保更多難民的話 就要想辦法興建更多的防射來收容他們 但你的各種行為 同時都有可能會導致正反兩方的影響 例如可以考慮是否聘用同工 或是增加工時來維持設備的運作 但這樣可能就會增加公安意外 居民因而死亡或是降低人們對你的評價 玩家不只要思考如何才能夠長治久安 同時也考驗著自己的倫理和道德觀念 當然在完成目標的前提之下 如何才能夠玩得更像冠老闆 也成了玩家們討論的另類焦點和惡趣味囉 延續了This Word of My的精神 冰封龐克同樣繳出了不俗的成績單 而製作團隊也同樣承諾會持續追加更多的劇本和內容 喜愛策略模擬遊戲的玩家 一定要來試試這款冠老闆模擬器喔